你有去過嘉義大林嗎? 曾經是嘉義首富之區 盛產稻米 一年產量達一萬兩千公噸 今天就跟著我們去這個 在2016年獲得意大利 國際慢乘組織認證的慢乘大林鎮 探索這裡的美好吧 竟然是台灣城堡最多的鄉鎮 好 我們現在能來到 紀念新開幕的 蓋亞莊園 大家好 這邊現在在做噴水池的表演 立即更新鮮今天都穿得很公主喔 然後我覺得來到蓋亞莊園呢 你們還可以來它這個很美的餐廳 克羅伊的花園 它不是只有餐廳美喔 它的菜單是由東方文化主廚設計的 擺盤非常的漂亮 很美 它其實是有做一些特別的設計 比如說用花束的花園的方式成這樣擺盤 它有用了很多的不同的香料 還有一些在地的食材 做一些創意的料 這道菜的菜你就做 克洛斯沙拉 克洛斯是春天和花朵的女神 所以呢它用這種花束的方式去呈現 它的這個醬料 是有玫瑰味道的香料 很香耶 你看 我覺得它這個玫瑰油醋醬很好吃耶 真的有一點玫瑰香 然後有一點甜甜的味道 春神來的感覺 春 天安了誰去當 松露菌菇雞腿燉飯 它上面這個是用起司做的餅 然後它建議說剝碎跟飯拌在一起吃 先吃一塊它的這個雞腿 它那個皮 感覺很金黃酥脆 雞腿真的很剛好 很好吃耶 松露味很香 松露跟起司融合得很剛好 吃到它那個起司餅 除了起司味道還那個起司餅的口感 對就是口感又很豐富 好那我們現在來吃這個前菜 這前菜的花枝看起來蠻好吃耶 很多耶 來來 來你先吃一口 檸檬鮮柳花枝 然後我剛剛沒有給你鮭魚卵 它下面還有鮭魚卵 花枝加鮮 花枝熟度蠻剛好的 它這個花枝我搭配這個鮭魚卵 就是那種煎上加鮮的感覺 好那我們現在來吃這一道 它是一個特色菜 特洛絲漢堡 它的漢堡呢 是用墨魚汁做成的 最特別是它的這個醬 是紅芯芭樂玫瑰醬 牛肉自己也是手打的牛肉 我們今天很期待這一道 可是它的牛肉 真的蠻香的 這樣吃甜甜的 真的蠻香的 然後有點玫瑰味 接下來是很清爽的漢堡 就是不油膩 它薯條也很好吃 薯條很脆 它還有鮭魚 是不是用的也蠻漂亮的 嗯 這個奶油香很香 來 妳先吃一口 有一點奶油香 然後有一點菠菜香 對 隨不就很剛好 很鮮香 好吃 蒜香辣椒 跟加力便當 四季的大佳 還有花枝 然後還有蛋菜 它的蒜草很香 比較偏辣 但是我覺得它的辣味 那種辣味 很香的辣 然後跟那個大蒜 覺得很剛好 這大蒜好香喔 全部都是大蒜 有型 它西瓜 然後我覺得它飲料也可以點 它飲料都蠻特別的 對 都很有特色 像這一杯 牛瓣桂圓跟柚 味道很重 它也是清爽 牛瓣會多一點甜甜的 就是桂圓 然後這是 玫瑰桂花檸檬葉 這個我很喜歡 玫瑰跟檸檬的清香結合在一起 這杯很好喝耶 這杯很好喝耶 這杯是薰芋草 對 那我們這個 蓋雅莊園 和克羅斯花園 就到這邊了 那我們覺得 克羅斯花園的餐點 都非常有水準 對 就是不管在擺盤 跟用料 跟口味 還是食材上面 我覺得都很喜歡 而且用餐環節也很舒服 對 用餐環節也很舒服 那我們就繼續吧 這個美好的一餐 繼續吃吧 繼續享用 好 那蓋雅莊園呢 他除了外面有很漂亮的庭園 可以拍照留念之外 裡面有很多關於追求美的保養品啊 香氛的一些故事跟姿勢 他整理了很多 對 而且我覺得他有一些很用心 就是他追求美的意境跟意象 他把它表達出來 對 然後一些從補帶到現代 對 然後他有講 你就教你一些精油啊 或是說原材料的味道的不同的差異 對 可以讓你現場味 對對對 我覺得這還蠻酷炫的 然後有一些手作 這有一些胡椒的香味 他這邊提供的味道有非常多種 就可以讓你來聞 然後他有一些是 已經做成精柳的 有些是調和香料的 裡面都有一些小道具 可以讓你來拍照 而且他這邊的廁所 這個性別的廁所很特別喔 你們看 他每一間禮物就是一間廁所 還蠻大的啦 一個就是一整間這樣煮 還蠻酷的 假日這邊呢還會有一些市集可以逛 我們現在來到第二座城堡 佐德尼斯城堡 大公主跟小公主 今天是城堡一日遊耶 小公主居然在挖鼻石 淘氣小公主 佐德尼斯的土地真的蠻大的 然後它裡面很壯觀 我們現在往前 我們先來逛一下花園 找一些花園美麗的拍照點 好的 有限磨石 我喜歡掃花園 刃花園 對 有限磨石 我們在佐端尼池的茶曼特小館吃下午茶 這邊也有提供正餐啦 看上去這個吃茶 看上去這樣子 好高級喔 其實我覺得它的杯子其實蠻好看的 對啊 是你們看的喔 那個蛋糕都很可愛喔 這蛋糕會自己在那邊畫很多不愛 真的很好喝欸 那是它的蛋糕 我們給了三個蛋糕 給我吃 我覺得茶曼特小館它的蛋糕還不錯吃 咖啡也都蠻好喝的 好啦我們現在要來DIY香噴蠟燭 那它裡面也有賣才有賣很多香氛類啊 跟包含類的東西 我們現在來到大陵 五百年傑東樹下無家養蜂場來看蜜蜂 地址也可以來的 是小朋友也可以體驗的行程喔 好大喔各位 五百年的傑東樹超級大的耶 你這一口吃下多少蜜蜂多少的新鮮啊 好幾千朵花 哇天啊 甜甜的 直接從蜜蜂角上掉下來的 好香 嗯 它是粉粉的那種 對對對 很很很香 欸真的花很香欸 有沒有花花的味道 好吃嗎 我要拿起來囉 好 這一箱有三到五萬隻喔 哇這一箱就三到五萬隻喔 這麼多的風口 這樣一邊的話有三千六百的洞 兩邊剛好是七千二 有沒有好多吃喔 天哪 這就是蜜蜂喔 好可愛喔 哇 你手上有蜜蜂了耶 你太小蜜蜜 你覺得他在爬你身上 有癢癢的嗎 這是剛出生的小蜜蜂欸 栗子 有一個人很害怕 哈哈哈哈 那個表情很好笑 老闆我其實有一個疑惑啊 我們看到那個蜜蜂 它的腳上面會有花粉 它怎麼變成蜜的 它去花那邊的時候 它會吸到肚子裡面去 花粉的話它就用在腳 喔 用在腳上面 所以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不一樣不一樣不一樣 我以為它是由花粉變成花蜜 沒有沒有沒有 是速度寫寫的上去 對 這個好甜喔 很甜很香耶 哇好厲害喔 它溫度33度的喔 吃嗎 我嗎 遮到你的衣服 沒關係 那不會頂人家 這是封蓋蜜 就是葉宇最喜歡的熟蜜 就更多喔 就更濃喔 哇 濃醇香喔 老闆說這個封蓋蜜是 蜜蜂吸土200次以後才會有的喔 它是比較香濃的 濃醇香的 嗯 真的耶 很好吃耶 一箱裡面就一隻王 八片裡面只有一隻喔 就一隻烘王而已 蜜蜜是 軟翅第一天是站的 第二天躺著 第三天幼蜜就出來了 牠們只有活30天到50天 7日裡面已經少女 前二線會煮烘王乳 幼蜜出來 牠住那個烘王的家 開始就吃烘王乳 牠從出生到死都吃烘王乳 而且那公烘就是 只有一天吃烘王乳 第二天以後就開始吃烘王乳 吃花乳 軟餐下去 就是注定你的生命是什麼烘王 喔 喔 同樣一顆蛋 如果生在這邊 這隻就是烘王 王乳的話是這些公烘罩 因為牠們很密封蜜罩 誤不到牠們的話 牠們會違章箭乳起來 另外拱一隻王出來 今天這隻王比較強的話 牠們會把這個王乳殺掉 好大一隻喔 那隻比較長的 是豐厚 這些全部都是公烘罩的家 這個是雄蜜的家 雄蜜的家洞比較大一點 大雄蜜的戶腳交配而已 然後 他交配完就死掉了 這隻是雄蜜有沒有 喔 牠真的比較大隻 牠比較黑 口大大的 大隻很多 工蜜就是工作 就是採蜜 西蜜 採水 蜜蜜他除了生的位置 就決定了牠 是當蜂王 對 之外 還有一個差別喔 那個蜂王就是每天一直生 但是牠的壽命竟然可以達到 3到5年 一般的工蜜 但是那個五隻貼王 真的差很多 蜂王一天可以生 1500多顆到3000顆那麼多個卵 但是牠也會看說外面的蜜圓夠不夠 如果蜜圓不夠的話 工蜜就跟牠說 欸你聽了 先不要繼續生 真的是很酷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大嶺廟頭 鴨肉的 牠就在大嶺交流道的旁邊 牠很多那個大堂 都會停在路裡面下來吃 那我們今天點的都是鴨肉羹免 然後還有一個大股肉的 一個生腸鴨肉 鴨肉羹一直是在家裡 我很喜歡吃的一個特產之類 在網路上看到他介紹是說 鴨肉羹裡面 抓了很多的洋蔥 就跟我們洋蔥的甜味跟香氣 然後還有大蒜 我覺得它的鴨肉羹是很雞掰的好吃耶 真的是洋蔥的甜味很香很甜 然後它可能還有那個蒜香 所以它咖啡它真的算多的 嗯 算多 所以它是稍微比較甜 但是它的甜是舒服的甜 因為我覺得它勾勸的也很剛好 因為它的鴨肉大變的 嗯 它鴨肉變得很香 往硬度我覺得 因為煮湯的反正就會比較硬一點點 但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我越咬越香 然後我們還有點了一盤生草鴨肉 它是炒沙炒的 嗯 直接把鴨肉 它用炒的鴨肉就嫩很多 大草很香 嗯 我今天來的時候是禮拜三 平日中午 它差不多2點 1點多來的時候 其實是反胃的 我們還等了大概15分鐘 我爸有吃就一直 好吃 一直都是小吃 我怕好吃 他就自己一直吃就不用餵它 那這個廟口鴨肉跟推薦給你們 我真的好吃 然後它就在大陵交流道口 所以說你們如果不是來 你們路過其次 我覺得也是可以來一道來吃一口 因為鴨肉跟鴨是 派嘉義的特色美食 那這件我覺得 讚讚讚讚讚 好 我們現在人在 菜市場 上羊肉 我們點了羊肉炒飯 跟炒羊雜 它有特色是帶皮的 剛剛說羊肉湯 它的炒飯很香 就綠綠分明 好吃的炒飯 比較特別它是炒 重新菜 帶點香氣 還有醬油的香氣 沒有羊沙味 現在來吃這一盤羊雜啦 我好像比較少機會吃到羊雜 這盤羊雜結果我們看了一下 都不認識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還是有羊味 而且它羊味不是那種很燒的 很香的羊味 它的快炒是蠻有火候的 羊雜的話 真的就是很多沒有吃過的東西 你們可以挑戰一下 然後一定還是會有羊味 不太可能沒有 但我覺得它相對的 已經沒有那麼重了 這個是帶皮的當歸羊肉湯 它當歸的 味道是比較淡 我覺得還不錯耶 不會太濃 很剛好 沒有什麼羊雜味 它皮膚很Q 但是又不會太難咬 跟肉的比例很剛好 軟軟軟軟軟好吃 這個帶皮羊肉超出我的預期 你覺得它不沾醬也好吃 對 再來喝它這個羊肉湯囉 你們剛剛它羊肉湯的羊肉是 厚切的耶 你看 它的肉不是那種大塊的肉 它是肉片的 然後是切了比較厚的肉 是有嚼勁的那種 有點固定的嚼勁 但是不太難咬 而且我覺得這樣的反而是 很豐富的口感 然後是好吃的耶 它比較像是那種酸菜嘟嘟湯 這也是好喝的 然後都很清爽 不會太油 好像菜市場上羊肉 推薦給你 好不好 那我們覺得這個羊肉炒飯很好吃 然後它是當歸 帶皮羊肉湯 必點必點 雪香亭它這邊呢 其實是一個百年的老屋改建 它現在分成兩個店面 一個是雪香亭 然後另外一個是隔壁的 俏嘴秋茶店宅 它是日治時期的時候 可以算是老街上保留最完整的老房子 到了點的芋圓跟珍珠豆花豆角 它的芋圓跟珍珠都蠻Q的好吃的 豆花一八米粒的 然後它就 愛上芋圓之後 今天要愛上它的芋圓 如果來大禮 其實我可以來這裡 坐坐一杯咖啡 吃個豆花 然後感受一下歷史的氛圍 吃好吃 我們在芒果取花冰 就是在芒果 它芒果不到冰 香很好吃 這一間冰店 它隔壁是一個美術 然後咖啡是一些好物 文創的好物 整間的那個 很複補 很有風格 我今天要來吃 好吃的 最好吃的 大禮 臭肉 豆腐蛋條抱歉 把它這樣煎煎上 看外皮是非常濕水 而且口粽非常的 然後醬料在裡面 超脆的 好吃 好吃的 是好吃的 臭肉 它好像本身很臭 外面炸的很酥脆 然後裡面很軟嫩 它會舒內軟 它口粽真的很多 因為它有加醬汁 所以咬下去 它就是飽含的醬汁 真的做了我的味道 它的醬好像 不是那種 酸酸味很重的那種醬 我只能說 它絕對就是很好吃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 直接把它做成這樣 最好吃 我沒有辦法說對 但它絕對是我吃過前三名的 絕對啦 本身豆腐的口感味道 是我做的最好吃 大禮車的五 它就在這個大禮火車站 其實非常多重 而且就是到了 柳萊伊香來區 是不是 可以可以可以 到晚了 好 到晚了 才對 到晚了 我們再次集十分 了